大家好,今天分享的中国历史故事是曾子杀猪 话说有一天,曾子的妻子出门去集市买东西 他的儿子一哭二闹,说什么都要跟着去 曾子的妻子为了不让他一直哭闹,于是就哄骗儿子 让他先回家等着,回去的时候杀猪给他吃 儿子听后便不再哭闹,开开心心地回家去 当曾子妻子从集市回来,一进门就看见曾子正捆绑着一头肥猪 准备宰了他,曾子老婆整个人直接原地吓道 吃惊地喊道 酒豆麻蝶,你是在干嘛呢?这可是我们家中最好一头猪啊 我是要给我们的儿子杀猪吃呀 你是不是傻,我只是和他开一个玩笑而已 你怎么能真的杀猪呢? 怎么能开玩笑呢?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做家长的,怎么能给我们的晚辈? 我们的孩子树立不好的榜样呢? 你说是不是呢? 不! 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他只会学着父母,听从父母的教导 现在你欺骗他,就相当于在叫他骗人 你现在骗了他,以后孩子就不会再相信你了 这好吗?这不好,这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 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听完丈夫的话,妻子顿时感到惭愧 曾子则一脸坚定地拿出了一把血量的尖刀 把家里的肥猪崽了 只见他一刀下去鲜血飞溅,肉香四溢 那只肥猪在曾子的手中被吐崽得妥妥 他完成承诺让儿子吃上了香喷喷的东坡肉 儿子吃得特别香,然后他好奇地问曾子 爸爸,为什么今天吃那么好呀? 因为妈妈答应过要宰蜘蛛让你吃啊 可是我知道妈妈只是在对我开玩笑呀 无论是不是玩笑,我们都要守承诺 不能乱讲话,不能欺骗别人 只有这样,别人才会相信我们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也是做事的基本原则 儿子被曾子的话感动了,也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性 于是 爸爸,我知道了,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曾子听了儿子的话,非常开心 摸了摸他的头说 好样的,儿子,我的好儿子 爸爸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诚实守信的人 妻子看到这个场景,心里也很温暖 决定以后也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从此,曾子一家人都成了诚实守信的人 受到了大家的敬重和赞扬 可喜可喝,可口可乐 曾子,原名曾身 自自于,是中国古代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 是孔子最著名的弟子之一 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宗圣之称 同时,他也是有名的孝子,是二十四孝的主人公之一 二十四孝是原代郭居敬所编录的 这是一本用文字和图片介绍的 二十四个中国历代孝子故事的书籍 除了二十四孝,白居易也曾在词无液题中提到了 形容乌鸦的孝顺 就如同是鸟中的曾子 乌鸦表现出的养老 爱老 敬老等美德 被白居易在这部作品中所赞扬 关于白居易的词无液题有机会再和大家介绍 曾子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和人格养成 在这个故事中 他告诉我们做人应该要诚实守信 不要说谎话欺骗别人 因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 也是成功的关键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 都要言出必行 不要轻易失信于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 才能在各个领域取得好的成就 此外也提醒我们作为一名父母 我们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此我们应该以身作则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就像曾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他的儿子一样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咯